第十三个案例 我找不到理想的伴侣 我一直想找个伴侣定下来 但就是碰不到适合的女性 事实上,很多前女友都希望跟我定下来 可是我对她们没有特别的感觉 现在,我几乎不敢再交女朋友了 因为老是找不到真正心仪的对象 也不想拒绝别人,伤害他们 只是单纯交往的话,事情会容易许多 但是我希望的是定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不跟人交往,就很难找到理想的伴侣 可是对我来说,交往好像也没有用 当你渴望得到什么,却只看到相反的东西时 一定会产生负面情绪 当你很想得到什么,却认为得不到时 也会产生负面情绪 可是,当你不在乎某件事时 不论它怎么变化 你都不会太介意 譬如,如果有位陌生人打电话说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你联络 想必你一点都不会难过 极度想要得到某样东西时 你会对它投射强烈的情绪 这时,当你把意念放在迎合愿望的顺流思维上 就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正面情绪 相反的,当你把意念放在与愿望相为的逆流思维上 就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你一直想找到一位对象好好定下来 这个渴望越来越强烈 这是好事 只要保持乐观态度 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心想事成 你的理想伴侣自然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 走进你的生命 然而,急于找寻对象的人多半会犯的错误 是先认定某个人 然后设法让那个对象变成理想伴侣 一旦发觉这段关系不如期待 他们就会偏离顺流思维方向 使关系每况愈下 你可以采取轻松一点的态度 看待男女关系 不要把每个对象都当成终身伴侣来交往 而是这样想 跟他共进晚餐很愉快 跟他说话很开心 今天跟他度过很愉快的一天 这时,宇宙自然会加速 为你制造与理想对象碰面的机会 只要完全信任宇宙法则 顺应那生生不息 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流 你就能拥有一切所求 相反的 倘若你坚信唯有采取行动 才能实现梦想 往往会与生命之流背道而驰 也和自己真正的愿望 渐行渐远 当你以轻松自在的态度 面对人群 一定会吸引与你想法相近 又开朗活泼的人 相反的 当你用放大镜 检视每位交往对象 看他们是否符合你理想的 择偶条件 就会吸引跟你一样挑三拣四的人 最后只会不断互相伤害 保持正面的态度 与人交往 以现阶段愉快相处为目标 而非以终身相伴为前提 你的振动频率 才会和自己真正想要的关系相符 宇宙力量也会加速 把理想伴侣带到你面前 当你因为急于寻找对象 而焦虑不安 或者因为爱你的人 不是理想对象而苦恼不已 你就是与自身的愿望相为 并使振动频率 转而与你不想要的事物相应 因此你越不想要的情况 就越会出现 只要改变认知 就能发挥巨大的力量 这或许很难令人相信 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能够 与眼前交往的人相处愉快 就算他不是你的理想伴侣 你还是在顺流的方向上 离你的理想伴侣越来越近 然而 倘若你因为觉得找到错的人 而感到痛苦 又担心拒绝对方会伤害他 你就会处于逆流位置 逐渐远离心中真正所求 纵使目前找不到理想对象 你也要设法保持愉悦的心情 这样才能找到真正心仪的对象 请和我们一同下定决心 努力寻求顺流的思维 乐观看待每一次约会 约会的对话 理想伴侣的条件和男女关系 我们一起设法疏解情绪 直到思维转向顺流为止 届时 你就能拥有充满活力的快乐人生 吸引更多同样乐观开朗的人 与你共处 不仅如此 在很短的时间内 理想对象也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相遇的那一刻 你们彼此都会知道 自己就是对方寻觅已久的 另一半 这一刻来临时 你们不会玩笑以对 不会互相嘲弄对方 也不会互耍心机 或者跟对方说 我爱你 可是你必须为我稍稍改变自己 你们都会视对方为一生所求的 完美伴侣 基于这段关系 你们相互满足 充实 并且持续进步 现在 你唯一的任务 就是寻找顺流的想法 为自己带来安慰 同样的 请从你目前的处境着手 努力改善 自身感受 适合的人不容易找 有人爱我 我却不爱他们 我不想伤他们的心 但也不想勉强跟不爱的人定下来 先从逆流思维开始 是很正常的 现在请开始寻找 可以让心情好转的想法 我真的不需要把每次约会 都当成择偶的机会 我喜欢在不同的前提下 认识不同的人 我发现自己交往的对象 都很有趣 我很高兴有机会 去认识一个不一样的人 从过去的交往中 我逐渐了解自己 真正想要的理想伴侣 每一次的交往 都让我更清楚自己的理想 每一段生命经历 都促使我的观念 与愿望有所转变 我可以察觉到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过程 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把事情 弄得这么复杂 以上 每项陈述都为你带来 更大的安慰 同时 好事即将来临 你会开始遇到 许多有趣的对象 而且情况跟以前截然不同 他们会跟你一样 只是想多认识 和了解异性 希望能找到 志趣相投的交往对象 也不急着投入婚姻 这些女性都很有自信 也懂得享受人生 在这群与你较为投缘的女性中 可能就有一位 会是你的理想伴侣 或者他们可以帮助你 拓展交友圈 但过不了多久 你将遇到寻觅已久的 终身伴侣 相遇的刹那 你们彼此都明了 自己就是对方 理想的另一半 此时 你会感激过去 每个交往对象 帮助你找到 真正的伴侣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